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个人他们的反抗 就是其实个人当然不是 叫什么 只身一人去打仗啦 不可能的嘛 他所谓的个人就是比较小地方 然后那一个领导人特别出色的 他带领当地的人去 去对抗 那个就是所谓的本人当案 individu了 知道吗 所以Kagatan Anti-Japun 他也有一些 就是反日本的这些行动 也有一些个人去带领 比如说Kagatan Singh 还有一个叫Sibir Katika Su 我们先看见Kagatan Singh做什么 所以他的方法是这样 他怎样去反抗 他的方法是Menebakan Risala 去拍传单 还有Propaganda 不是他自己去拍的啦 当然可能他也有自己去拍 可是我讲了 他是有带领一个小部队的 一定是 不可能一个人去反抗 所以他去拍传单 Risala是传单 还有进行宣传 Propaganda宣传 用这个Nama Samaran 用一个冒名 他冒名去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叫Lion of Malaya Lion of Malaya OK 跟那个Harima不一样 老虎跟狮子 其实我们这里只有老虎 是不是 我们没有狮子的 狮子在飞走 在空地的 是不是 可是他用Lion of Malaya 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冒名 他用这个名称 所以Risala本能当案呢 他这个宣传 他派的宣传 是很有Sachara Terato的 他已经很有次序 很有条理了的 所以他先派什么 关于到什么的传单 过后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他就在宣传另外的东西 所以很有效 OK 很有效 他告诉人民 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Facta Sabana 真正战争所发生的事 然后日本人真正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在这边占领我们 他们目的是什么 要不然大家都被骗 当时没有这样多Radio 电视机什么 对不对 大家的知识没有很多 所以他派的传单是在宣传 Facta Sabana Perang 重点 他在宣传真正在发生 是周围 还是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战争到底是怎样的 这样咯 OK 所以他还成功 他去到一个西藏阿kva 等等来日本 就是那个日本军的西藏阿kva 那一个国语课 我们有上到 就是那个记者招待会 OK 报纸会议 就是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 OK 他去到一个记者 找来日本 然后他扮演记者 OK 他蒙尼玛 蒙尼玛就是扮演 他假扮 你知道吗 冒充 他冒充记者 Watawan就是记者 你自己查一下字典 写下去 OK 然后 Mandalangi Sabotage 他就主导了一个破坏的事件 Mandalangi 就是主导 主 去举办这样的意思 主 导 这个来的 他主导了一个破坏的事件 蓄意破坏的那个破坏 破坏什么呢 破坏那个火车轨道 OK 它破坏Landasan Greta Api 所以破坏了这个轨道 就影响了日本的交通 当时 打击了 那个日本交通 你知道吗 过后当然 他就 过后他就有被抓到 被Gembetai抓到 Gembetai是那个很残暴 日本军人们 日本警察们 Gembetai OK 然后 因为他被出卖 就是有 Tali Barut在 你知道吗 他被出卖了 然后被日本军抓到 可是过后 他成功逃脱了 他逃去Boma 然后没有办法回来 一直 就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所以他逃了去缅甸 Boma是缅甸来的 缅甸 所以 其实他在日本军阵领之前 Gajan Singh是警员来的 看到吗 他是Angota Policide的 OK 另一个人叫Sibel Sibel Katigasu Sibel 他是一个 很出名的 他很出名是在 因为他是女人 然后 Sibel Medan Dali 或者是他的名字 我们也称他为Sibel Katigasu 他是 一个出名的护士 OK 他是一个Juru Rawat 然后 就是因为他很勇敢 你知道吗 然后他很坚强 他讲 去帮助那些 盲杀 帮助那些战争的那些 受害者 还有在Gorilla Anti-Japan的时候 就人家受伤会帮助他们 所以Sibel 其实他的老公 就是Katigasu 你看Sibel Katigasu Katigasu是老公名爱的 其实 因为他原名叫Medan Dali OK 所以不要紧 他老公是doctor来的 那个医生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医保 去一起管理一个clinic的 你知道吗 OK 所以那个是 日本来之前 日本坐落了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帮助 给予药物 还有去医疗的服务 给Gorilla Anti-Japan 他们是反日本的 所以他们帮助那些反日本的军人 游击队等等 OK 所以Sibel也 藏着躲起来radio 因为当时有radio 会被 因为不可以乱乱听外面的消息 日本要 剪掉所有的那些资讯 你们不可以 懂这样多吗 是不是 所以他躲起来radio 然后他就跟大家 他就 跟那个 他就跟大家分享 那个radio 他所听到的那些资讯 跟那一些游击队们分享 OK 从Siaran Radio British 因为British 他们在远处 他们也是一直在广播 那个radio 如果你们听到的话 如果有人听到的话 还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他就懂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有资讯 就是 就是很大了的 你知道吗 当时 所以他懂很多 所以他就分享这些资讯 跟那些guerrilla anti-Japun 所以过后呢 Sibu跟老公 是被抓掉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的活动暴露了 就有被抓 他们有被抓 OK 所以很惨 在被 在Tahanan里面 就是讲 被 关着的时候 他们是一直被 折磨的 就是一直被折磨 一直被折磨 折磨到他老公死了 OK 然后他没有死了 所以没有死 那个很惨啊 其实是不是 所以折磨到 他老公就死了 然后他是 在日本军投降过后 输了 他直接是 他是顶到日本军 投降过后 所以Sibu是被 放了出来 然后被 飞去那个Britain 所以英国 把他送去英国那里 接受医药的治疗 你看到吗 所以他是真的是 很严重了 就是讲 有多么的 惨 是不是折磨到 OK 所以呢 他就有 被赏赐一个 一个奖项 叫兵押 King George 你知道吗 在那个英国的 那个皇宫 他们的皇宫叫 Buckingham Palace OK 所以当时是 Raja George 赏赐他 那个 就是作为他的勇气 勇敢 赏赐他 那个奖壮 然后而且 他是女人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 当时是 唯一的一个 应该他 就是唯一一个 女人 就真的得到 这个奖项了 OK 所以呢 我要讲完这个 部分间 在沙巴沙拉越 发生什么事 OK 当时呢 有Operacy Samut OK Operacy Samut 它是一系列的 我讲Operacy 就是行动 蚂蚁行动 OK 什么行动呢 它是 Siri Operacy Peninja 1 一个监视队 一个监视队来的 监视行动 OK 监管的行动 一系列的 是由 Unit Haas Z Australia Australia派来的 特别单位 特别部队 OK 然后 这是他们的 联军 联邦军队 跟 Campaign Tantara Bersekutu 联邦军队 的一个活动来的 就是要 打击 沙拉越的 日本军 OK 所以这个 Operacy 是 Jabatan Peninja 1 Perkimatan Australia 或者是 英文叫SRD 他们 所 进行的 目的 在这边 目的你要知道 两个 主要原因 他们要 收集资料 Mengungpo Recikan Recikan就是 探听回来的资料 OK 还有 训练本地人 去用 游击队的方式 打击日本 OK 所记得 接着 Angota SRD 5月1945年的时候 他们就 登陆了在 高山登岸 还有 迪木老嫂 他们登陆了在 沙拉越 然后就安排 开始安排 这样去对抗 日本了 知道吗 做准备 给联邦军队 给更多的联邦军队 登陆 OK 所以这些军人 所谓的联邦 有包括当时 他们就是合作关系 对不对 就是 British肯定是有的 所以Australia British 还有New Zealand 这三个 要急 他会问 OK 当时坐落在 Salaya的联军 有什么国家的军人 这三个 Recruit 登巴探 也有本地人 本地人就称为 Gorilla Samut 因为蚂蚁行动 蚂蚁游击队 所以当时 当地人有谁 Salaya不是有三个K 对不对 Kayan Kanya Kalabit 还有 Murut人 一般人 还有 Rajang来的 Rajang是那个河 对不对 来的一般人 他们过后也参与了 所以本地人 有这四个 还有一般人 知道吗 哎呀 还有一般人 然后 所以这些呢 过后他们就是 他们的技术 全部有受训到 所以他们 他们也很 当地人很重要 是因为 他们很了解 他们了解地形 OK 接着还有最后 最后一个part Jeselton Jeselton发生什么事情 Jeselton反叛事件 OK Jeselton反叛事件 他也称为 Double Tent Double Tent事件 OK 双十 Double Tent事件是什么呢 他们 在沙巴州 反日本的 就是在沙巴州的 这个Jeselton 领导的人 叫Albert Kuo 这个人 OK 在沙巴州 现在呢 他讲 Albert Kuo 他是 Gerrilla Kinabalu 他们也被称为 Kinabalu 游击队 这样 他的队员 OK 然后他们就 去攻打 攻打 Pajabak 本特别人 管理的那些 office 日本的office 攻打 警局 警局吗 因为日本人在那边 是不是 然后 还有 那些 各种 日本军队的 设施 设备 全部去跟他 破坏他 然后杀 日本军 在Jeselton Kota Balut Mangata 还有Daran 这些地方 OK 所以他们就在 这些地方 进行这些活动 然后当然 日本军过后 就回报 回复 就是Selangamba 就是攻打回来 而且很迅速 很残暴 你知道吗 然后Bom 他去攻打 还有放炸弹 给他们 那些 海边的那些物质 Bagambo Bagambo 全部被炸 所以 其实也是很惨死 很多人 很多人被抓 去被质问 Dissot Siasat 就是被问 然后被折磨 到死 Sahim Gamati 你看到吗 就是为了找到他们 要找到领导人出来 要找到 这些反叛 叛徒出来 所谓的叛徒 其实他们是 在为国家抗争 是是 所以到最后呢 没有办法 Albert Cork 自己去投降 因为他们对待 那里的人民 很残忍 你知道吗 他投降 希望可以 结束这个日本军 对那些人 不要这样残忍了 你知道吗 是是 所以他自己去投降 所以他跟另外 175个人 过后就是被判死刑 OK 另外还有131个人 就被关进 简牢 在拉班 所以 过后 在他过后呢 还有另外的 还有另外的领导人出来 Dato Mustafa Dato Harun 又来过了 又带领另外的部队 就是一直抗争 直到成功为止 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些 这些你大家可以看看 没有什么了 OK 所以今天到这里 你去做一做3.7的 OK 然后呢 我们过后再给答案 3.7 3.8 你要做到完 你记得是可以了 3.4 3.5 我会给 我会post上去 OK 就是这样了 大家